你绝对想不到 外国铁匠看到中国的子武鸳鸯月都傻眼了 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古代最致命的九种能兵器 不要着急跳过 相信每把都能让你头皮发麻 第九子武鸳鸯月 子武鸳鸯月又生日月乾坤剑 是八卦掌门派的独特兵器 由清代八卦门宗师董海川所创 其外形独特 形式阴阳鱼 又分子武 异雄异词 演练时开河交织 不吉不离 酷似鸳鸯 因而得名子武鸳鸯月 这把兵器独特之处在于除去手柄 各面皆为刀刃 具有极高的杀伤力 相较于刀枪等武器 子武鸳鸯月更适合贴身携带 便于在必要时瞬间出击 攻其不备 其不法灵活 回环如意 变化莫测 攻守自如 在战场上可谓是游刃有余 该兵器的优势在于一短期场 攻守兼备 对长兵器具有较强的克制作用 因此 虽其外观短小奇特 但在实际运用中 显有兵器能与其匹敌 第八 青龙眼月刀 据考古研究表明 青龙眼月刀并非在三国时期就已出现 此武器因其过于沉重的特性 主要被用作弊力的训练工具 所以在实战中几乎无人使用 然而 青龙眼月刀之所以在后世享有如此高的知名度 其主要归功于三国演义中 关羽千里走单旗 过五关斩六将的英勇事迹 这把刀是关羽的成名武器 跟随它经历了无数战役 可谓是无往不利战无不胜 关羽用此刀还斩杀了不少武将 因此后世也称青龙眼月刀为关刀 据书中记载 青龙眼月刀重量达到了金人的82斤 然而这等重型武器 而唯有天生神力的关羽 方能将其驾驭的游刃有余 第七 古埃及连撞剑 这把剑员自古埃及十八王朝的开国神器 同时也是剿越女神征战巨神风时使用的贴身武器 其剑身独特的弯钩设计 使得连撞剑既拥有剑的精准攻击能力 又具备战俘般的强大攻击力 当然 这种连撞剑还能巧妙的勾入对手的兵器 有效的控制敌人的行动 使其在战场上陷入被动 若不幸被此剑刺穿 所承受的疼痛会让人生不如死 残忍至极 第六 马朔 马朔是古代骑兵所配备的重型武器 他最初是由长矛改制而成 然而 其威力却远胜于长矛 这种兵器最早在北魏时期广泛使用 尤其在那时称霸世界的北魏骑兵中 马朔已然成为了他们的标志性武器 正是凭借这些精锐武器 北魏骑兵在与蒙古人的对抗中取得了显著的优势 自古以来 诸多军中英勇知识皆擅长运用马朔 如高傲曹和成之杰等 皆为历史知名猛将 由此可见 马朔的威力不容小觑 第五 方天化己 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游戏里 只要提到方天化己 那肯定会联想到战神女部或者是 其实在真正的历史中 方天化己并非如传说般神奇 相反 因其独特的设计 它实际上被公认为极难驾驭的武器之一 其长度与重量均处于中等偏上的范畴 这点使得使用者 必须有着较强的力量与技巧才能驾驭得当 在挥舞发动进攻的同时 使用者还需时刻保持警惕 以防盗勾伤己身 若使用不当 很可能陷入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局面 第四 墨刀 墨刀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唐朝时期 它是由步兵使用的一种长柄刀 其刀刃锐利 杀伤力极为强大 故有时不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之赞誉 墨刀最初是为了对付突厥而生 因此也被称作斩马刀 是一把已布置其的高阶神器 传言 墨刀只需一刀 即可将人马聚碎 足见其威力之惊人 然而 墨刀的锻造工艺极为复杂 故在军队中 仅有少数精锐士兵能够配备此刀 第三 狼显 含极独特且威力惊人的古代兵器 狼显无以榜上有名 狼显又称狼牙显 使我国著名军事家七级光为对抗倭寇所创 虽外观形似数差 但其在历史上却缔造了辉煌战绩 这把武器长约五米 重达七斤 通体由竹子制成 顶部配备有一尖锐枪头 两侧则富有如树枝般的多层尖刃 在战斗中 倭寇所持锋利的窝刀虽强 却难以砍断狼显的软质 所以配合鸳鸯阵的使用 狼显也是成功让七级光平定了沿海窝寇之乱 缔造了惊人的伤亡比战绩 使其在兵器之林独树一致 第二 狼牙棒 狼牙棒是古代十八班兵器之一 一种以击倒为主要功能的武器 其棒头独特的设计为椭圆形锤状 锤面上布满了锋利的铁刺 在宋代以前 狼牙棒并未在军队中广泛使用 但自宋代以后 使用者逐渐增多 成为了战场上的一种重要武器 在使用时需掌握P 挑 悬 磕等多种基本技法 这点才能充分发挥其真正威力 值得一提的是 狼牙棒最初是以鹿的下河骨为主要材料 因此常被称为鹿牙棒 但随着金属野炼技术的不断进步 骨质武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一 萌家 萌家源自古代非洲南部的一种独特冷兵器 俗称其本质唯一铁质金属弯刀 背部弯曲融合了连道与斧头的特性 尖锯割刺砍钩等多重功能 任何部位触及人体均可造成致命伤害 初期萌家的射击初衷为投掷使用 可像回旋镖一般射出 后经过不断发展 衍生出多种形态 并广泛传播至整个非洲大陆 你知道在中国传统武术中 哪套拳法的实力最强吗 既不是以柔克刚的咏春拳 也不是刚猛翠裂的八级拳 第一的实力堪称举世无双 今天就带大家领略一下 中国十大最强拳法 不要着急跳过 里面绝对有你意想不到的无上功法 第十 最拳 顾名思义 这是一种在醉酒状态下施展的拳法 他即进攻于防守于一身 其特点是快速多变 虽然运用起来看似摇摇摆摆 跌跌撞撞 但实际上这是行罪意不罪的表现 暗藏着精妙的招式和技巧 这种拳法不仅具有极高的实战性 同时还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在施展醉拳时 席练者通常以手作为攻击手段 借助身体的力量带动全身动作 当面对对方的进攻时 醉拳席练者能够巧妙地运用身体力量 借力打力 顺势倒地以避免受到伤害 由于醉拳中包含较多的扑道翻滚动作 因此他也被视为一种抵抗拳术 第九 红拳 红拳作为中国传统拳术中的蓝拳之一 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悠久历史 此拳法以气势刚猛 进到十足著称 在实战中也表现出了极高的实用性 通常 红拳可分为北红拳与蓝派红拳两大流派 其中蓝派红拳又被称为红家拳 蓝派红拳的无数风格有两种 一种是长桥大马 长手长弓 动作大开大合 表现出较高的灵活性 另一种则是短桥窄马 短手进攻 注重贴身攻防 动作硬桥硬马 刚进有力 第八 行翼拳 行翼拳又称行翼拳 为中国拳术的一种 自清朝乾隆年间起 该拳法在山西 河南 河北等地广泛流传 其基本拳法包括三体式装弓 五行拳及十二行拳 其中十二行拳系仿生 十二种动物的动作特点而编排的实战技法 在战术思想上 行翼拳倡导先发之人 强调攻其不备 出其不易 在攻防技术方面 拳法主张竞打快攻 抢占有力位置 从而展现出一定的实战性 第七 螳螂拳 螳螂拳不仅是传统武术的九大流派之一 还是山东四大民拳之首 此拳属于象形拳类的一种 因其拳风与身法酷似螳螳 故死得民 在拳法上 螳螂拳展现出了刚柔并技 勇猛快速的特点 无论正面迎战还是侧面出击 都能虚实结合 变幻莫测 使得对手难以捉摸 防不胜防 此外 螳螂拳流派众多 如梅花螳螂拳 明星螳螂拳等 这些不同的派别不仅丰富了螳螂拳的内涵 也为武术爱好者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和实践选择 总的来说 螳螂拳在中华武术界占据着举足心中的地位 第六 通辈拳 通辈拳又称通辟拳 主要流传于北京 天津等地 此拳法以两臂相通的通辟进而闻名 其动作源于松坚发力 经由国肘动作展现出通辟知识 通辟拳注重契机把握 对手眼身法部有着严格要求 在技法上 通辟拳手法精妙多变 身法快捷临动 出手迅猛 刚柔并济 能够放长机缘 在精力运用上 他强调沉长冷脆 变手时要求玉立范 沾手空 通辟拳以单操散手为训练手段 以实战技机为最终目的 第五 永春拳 一提到永春 相信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疑问 在电影的推动下 永春成为了近十年来 人们最熟悉的传统武术之一 永春拳可以说有着极强的实战性 其拳快而防守紧密 以轻柔而克制刚烈 可谓是攻防兼备 另外 永春拳里最著名的 还得数那套日字冲拳 在影视剧中 意味使用日字冲拳一口气 打十个小八嘎都是绰绰有余 日本空手道在他面前更是小卡拉米 可见其实力之强大 第四 八卦掌 八卦掌又称牛身八卦掌 因其掌法纵横交错 四正四余 与周一八卦图中的卦象相似 故此得名八卦掌 八卦掌讲究两一生四象 游身盘旋 注重身法的灵活性 要求练习者以弊长为半径 绕圈走转 改变与对手之间的距离与方向 在实战中 这点能够预敌防身 第三 八级拳 俗话说 文有太极安天下 无有八级定乾坤 这里指的八级 便是中国传统拳术八级拳 此拳动作看似简单 实则蕴含强大爆发力 可谓晃膀撞天倒 跺脚振九周 八级拳手段打拳法 其发进可及四面八方 故而得名八级拳 该拳法讲究寸节寸拿 硬打硬开 实战中需要马并进 动静结合 八级拳以及刚猛爆裂的拳锋 和近身靠打敌招式而闻名于世 其中绝招铁山靠尤为出名 第二 太极拳 提到太极拳 相信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三峰 此拳因其变幻无穷 且融合了哲学中的太极阴阳 故称之为太极拳 这套拳法在许多人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尤其是那招四两八千斤绝技 可以借力打力 后发先制 以柔克纲 这点让无数功夫迷五体投递 看过金庸小说《以天屠龙记》的都知道 里面描绘的太极拳也是无敌般的存在 而如今 这种拳术多用于一样性情 强身健体 许多大学里面也将太极拳设为了必修课 可见其非常广泛 第一 少林拳 自古以来 天下武功出少林 少林功夫假天下 这点并非毫无依据 少林派曾是中国第一大武林门派 其实力与影响力无庸置疑 此拳法是基于身后的健身术基础 同时广泛吸收各家武术流派知金华 经过长期的融合与发展 形成了独特的少林拳法 少林拳以其硬打快攻 骑进骑退的战斗特点 以及刚进有力的动作和普世无华的积极风格 在武术界中独术一致 这种独特的武术风格 不仅体现了中华武术的身后底蕴 更展现了少林功夫的独特魅力 所以将它排在第一 相信大家都没有意见吧